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 只需降低净食量就能延年益寿 从古至今人们都希望能有一种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甚至专门派人寻遍天下 历经数千年 科学家们终于愧得其中的一些奥秘 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科学家朱莉·马蒂森 及其同事对多项研究结果综合分析认为 只需降低净食量就能延年益寿 美国塔夫茨大学营养专家苏珊·罗伯茨 及其研究小组对218名21到50岁的参事者研究发现 食物摄入量减少25%的人 血液中好胆固醇明显升高 肿瘤坏死因子减少25% 胰岛素抵抗降低40% 整体血压更低 简单地说 这项研究表明只需少吃一点 不仅寿命轻松延长20岁 而且还没有衰老的痕迹 饭量减三分之一可以这么做 有人会说如果连吃饭都不能尽兴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 即使不然能够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 活得健康才会有更长久更持续的乐趣 饭量减三分之一怎么个减法呢 不是说让大家不吃而是积分饱 一般来说这种感觉就是积分饱 觉得胃力还没有装满 但可吃可不吃 当然依靠感觉判断的前提是不要吃太快 人们摸索自己积分饱的饭量 需要一个不断感受和调整的过程 有一个标准需要牢记 那就是如果吃饭时间相对规律固定 这顿吃了积分饱 第二餐之前是不会提前饥饿的 一饭前喝汤 饭前喝汤有助于减少食欲 因为汤到胃里后食欲中枢兴奋性会下降 饭量就会自动减少三分之一 使饱腹感提前出现 二细嚼慢咽 即吃饭一定要慢 为向大脑传达保障信息需要二三十分钟时间 因此吃得慢些意味着大脑意识到吃饱时 你所摄入的食物将比平时少 三吃完应该马上离桌 有的人吃得差不多了 坐在那里还不走 看着桌子上的好东西控制不住就又吃了 这样肯定就会多了 四 不要怕剩菜剩饭浪费 有的人已经吃七八分饱了 可看到那么好的饭菜剩下太浪费了 就又拿起筷子想把它打扫干净 岂不知这一打扫肯定就吃得太饱了 五多选择含纤维和水分较多的食物 蔬菜水果全骨食物和汤这些食物可让人填饱肚子 因为它们占用了更多的胃部空间 避免食用大量低纤维干食如胶盐卷饼或饼干 这些食物容易吃得过多 而你却不会感觉到饱 通过长期的减量可以让人的心血管 肝肾免疫力系统走出五区 进入良性循环 最终达到长寿延迟衰老对抗疾病的目的 八大黄金吃饭法则 一 两餐间隔四至六小时 吃饭对于时间的把握很重要 如果两餐间隔时间太短 刚吃完上顿还没来得及消化就吃下一顿 影响肠胃和消化 最佳间隔时间是四到六个小时 这恰好是混合食物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 二 不要狼吞虎咽 一般早餐所用时间以15到20分钟为宜 五 晚餐以30分钟左右为宜 三 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食物 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模式的 基本原则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骨薯类 蔬菜水果 续芹 鱼蛋奶 大豆坚果等食物 平均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的食物 每周25种以上 四 喝汤也要吃肉 对于煲汤很多人会说 营养全在汤里了 其实无论鸡汤肉汤还是鱼汤 汤的蛋白质含量远不及里面的肉 要想营养均衡 喝汤也要吃肉哦 五 食物换着吃 在选择食物时 同类型的食物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换换 比如 你今天吃米饭 明天可以吃面条 而后天又可以吃小米粥 全麦馒头等 再比如猪肉 鸡肉 鸭肉 牛肉等可以互换 鱼 虾 蟹 等可以互换 牛奶 酸奶 奶酪 等可以互换 尽量在一段时间里 保证品种更换 多种多药 六 吃饭不要趁热吃 食道食宜的进食温度是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 耐受高温不超过60摄氏度 一旦食物温度超过65摄氏度 便足以烫伤食道粘膜 时间久了便会诱发食道病变 所以热食 开水等食物应该放置几分钟 等温度降到60摄氏度以下再吃哦 七 饭后甜点要少吃 不少人习惯饭后吃甜点 但甜点热量高 会额外增加能量摄入 容易肥胖 不利于自身健康 八 饭后先休息半小时 很多人喜欢饭后立马去散步 运动等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适合在吃完饭后立即就做 包括吸烟 洗澡 运动 喝浓茶和开车等 饭后半小时内 还是以休息为主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 比如擦桌子 扫地等 吃太饱热出多种病 吃的少一点就能获得长寿于健康 科学家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得出了结论 咱们不妨再看一下 吃太饱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一 吃太饱容易惹来癌 当人体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脂肪过量 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 而不能被很好消化的食物会长时间的滞留肠道中 很容易产生一些毒素 甚至是致癌的物质 另外 吃的太饱会造成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降低 增加患癌概率 二 吃太饱容易早衰 吃进去的食物在体内经营消化代谢 氧化产生能量 但机体氧化反应中还会产生有氦化合物 自由基 它能导致细胞损伤 动脉血管硬化 从而 应发疾病 衰老甚至死亡 人体摄入的能量越多 产生的自由基就越多 人体老化的程度就越快 相反 少吃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延缓衰老 三 吃太饱容易老年痴呆 吃太多 大脑中会大量产生一种叫做纤维牙细胞的生子因子 它会使脂肪细胞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大 促使脑动脉硬化 脑皮质血腰供应不足 脑缓慢萎缩以及脑功能退化 最终会导致痴呆 从而缩短人的寿命 日本有关专家还发现 大约有30%到40%的老年痴呆病人 在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保时的习惯 四 吃太饱容易伤胃伤肠 如果胃始终处于保障状态 胃黏膜就不易得到修复的机会 胃大量分泌胃液会破坏胃黏膜 屏障 产生胃部炎症出现消化不良症状 长期以往还可能发生胃迷烂 胃溃疡等疾病 此外 中国台湾科学家发现 脂肪堵塞在肠道里 会造成肠阻塞 大便黑色带血 五 吃太饱容易伤肾伤骨 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 因为过多的非蛋白蛋 要从肾脏排出 势必加重肾脏的负担 还意识骨骼过分脱钙 患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六 吃太饱容易引发肥胖 现代人常吃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 消化起来更加困难 多余的营养物质堆积在体内 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列富贵病 卫生剂身委 首席健康肇专家 心血管病专家 红昭光介绍 无数科学研究证实 肥胖会带来包括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脂肪肝 动脉硬化 胆囊炎等 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并发症 可能达到上百种 非常可怕 中国传统艳语称 吃饭七分饱 健康活到老 若要身体安 三分饥和寒 科学家花了几十年时间 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饭量减三分之一 多活二十年 道理简单 效果不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